音乐 整体来说 我们上半年见到美元偏弱 而亚洲货币保持相对的强势 同时 印尼的经济保持动力 标普将其评级升为投资级别 也令到海外资金进入印尼市场 这些因素都令到我们这个策略 今年表现突出 而未来三至六个月 我们会继续看好亚洲地区的债券 尤其是在印尼和印度 这两个国家都受惠于 他们的政府积极改革所带来的经济成果 而美元债券方面 未来相对来说会较为持平 我们认为应该是以稳定的收入为主